大家好 老司机试车 今天我们带来两台在中国知名度极高的德系中大型轿车 A6L和5系 这两台车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5系是2018款的最入门版本525LI 2.0T的低功率汽油机 184马力 290牛米 匹配8AT变速箱 18款的5系和19款变化并不大 所以我们仍然把它当作新车来看 而这台A6L是刚刚完成了换代动作 它是45TFSI的版本 也就是2.0T的高功率版 224马力 350牛米 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这两台车因为确实知名度极高 而且大家非常熟悉 所以设计上我不做高低的评判 各花入各眼的状态 大家看一眼我们准备的精美的镜头 先欣赏一下他们的外观设计 先来看两台车内饰的情况 先来看5系 设计一直不是宝马的强项 所以他们如果想提升内饰的品质感 最好是从用料和做工这两个方面去下功夫 这代5系我认为在这两方面 它的进步还是相当巨大的 可能你第一眼看上去 设计的普普通通没有太大的亮眼的感觉 但是当你坐到一台实车当中 你的感觉会相当的明显 它的质感比之前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首先用料 很多种材料的选举 包括板材木材 金属质感的按键 钢琴烤漆 哑光的镀刻装饰键 还有PU皮等等这些材料的运用 而且它的做工细节是提升了不少的 这样营造出来的整个内饰质感 比之前提升了一大截 比如说我们之前老的宝马 你的中控台去按一按 经常会出现嘎吱嘎吱的声音 那目前的这一代5系这个现象确实就减轻了很多了 还会有 没有完全杜绝 但是确实是比之前要好很多 配置层面 这台车是全系的最低配 入门级别 但是仍然能看到全液晶仪表盘 定速巡航 自动雨刷 自动大灯 自动空调 这边的大横屏等等配置 我认为相对应它的级别来看 这个诚意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全液晶仪表盘 应该说是比较入门级别的产品 就从功能层面来说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传统机械仪表的液晶化 因为它不能实现太多其他的复杂功能 比如说整个屏幕全部变成地图等等 它是不可以的 它只能在右边的这个圆表内 偶尔兼顾一下地图的显示 好在它的显示效果以及配色都挺不错的 尤其是经济模式这个蓝色的氛围 在晚上看真的是赏心悦目的状态 方向盘呢是传统的三幅运动式的设计 上面这个金属质感的按键手感真的很OK 这个方向盘本身握环比较粗 39点的凹槽 还有皮质的细腻的触感都是挺不错的 虽然它不是M套件的钉字裤那么的性感 但作为一个中大型轿车 我认为这个方向盘的设计可以给个好评 这边中控顶端的大红屏也是比较提升 内饰档次感的一个配置 这个屏幕内部的响应灵敏度 然后内容的丰富程度 包括车载互联网 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一些额外的衍生应用的功能等等 都是符合主流水准的 你可以用这边的iDrive操作端来操作 也可以直接上手 它是一个触控屏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还是比较照顾更多的人群的 像我就不太喜欢直接上手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iDrive旋钮 一方面因为它里面有比较细腻的档位 所以你操作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开车的时候比较方便 另外也比较省力 你是直接把手搭在这个手枕上就可以操作 不用去把整个手臂抬起来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OK 再往下 中间这块区域包括常用的音响 以及空调的控制区 就不多说了 再往下看 这个地台的位置 综合了刚才说过的iDrive的操作端 以及很性感的鸡腿挡霸 这个鸡腿呢 我认为它的美观程度 其实比上一代的鸡腿要减了一些 但是它做了一个瘦身 这个形状的握感是有提升的 旁边这片区域是驾驶模式的选择 运动舒适以及经济三个模式 再往后是电子手刹以及autohold 这个最低配的配置 不说了还是挺OK 这边是雷达的一个长条形的开关 这开关是在设计上的一个小心思了 这就是整个5系前排的大致的情况 我们再去看一看A6的内饰表现是怎么样 来到A6L的车内 首先我发现第一个细节 这个车的四个门锁全都是改成了电子式的 轻轻一扳这个扳手 腾一下车门弹开 还挺有意思 但是也有一点点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 你从车外上车拉车外的把手 也要等个半秒不到吧 这个需要习惯一下 车内的整个设计氛围 那跟5系就完全不一样了 5系平淡如水的话 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种科技感 其实不太贴切 应该叫阳气 三块大屏 虽然525是两块 听起来只少了一块 但是这个展现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面前这个全液晶仪表盘呢 是更高阶的产品了 现在我这个状态是两个仪表放在两端 中间的大部分区域全部换成了地图 这看上去就显得相当的体气了 这边中共的主频这个尺寸也不小 里面包含的内容呢 其实这个级别都大差不差 大家的东西都差不太多 车载互联网啊语音啊等等 都是这些东西 就看展现形式怎么样了 目前这个全新一代的A6L 是把它的之前MMI系统的实体操作端 全部取消了 你要全部上手 直接在屏幕上来操作 它的响应的速度 以及触控的灵敏度等等各方面 我用了一下都还OK 而且这个屏幕是带真实的反馈的 就是你按中一个功能以后 它会通过屏幕的震动 以及声音的反馈 模拟出那种真实实体按键的感觉 所以这个感觉还挺OK的 但是呢我仍然认为它的使用便利性 不如有实体旋钮的操作来得更好 因为第一个你要抬着手臂 这个肯定会更吃力一些 第二个没有这个旋钮 没有清晰的阻力之后呢 比方说你要开着车去操作 你还是会分散掉一定的注意力去瞄准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操作便利性 是不如有实体操作端的 再往下又是一块屏幕 这个就是比5系多出来的部分了 里面其实主要就是用来控制空调呢 有一点点这个隆重了 专门给空调准备了一块大屏 下面呢是传统的实体按键的区域 就不多说 再往后看 这个位置是很漂亮的一个电子挡霸 手感以及美观程度都很OK 往后面是电子手刹以及auto hold 那这台车应该说整个内饰的氛围感 氧气的程度确实是远远的超过了那台5系 这个是要分数高出不少的 配置层面 像开头所说 这台车我们拍摄的今天 还不知道它的具体是哪一款 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 首先这边有自动大灯 这个都是不在话下的 然后这边定速巡航以及主动安全系统 包括主动刹车等等 这个车都是有的 然后这边自动空调啊等等都OK 作息加热两个车都是没有 那台车是加了3000块钱选装的 这个车目前没有选装 就是没有作息加热 这就是整个A6L前排的情况 好回到5系车内 我们再来看一看两台车前排的空间表现怎么样 首先是乘坐空间 这台车呢 方向盘以及头枕的高低都是电动调节的 这样的话 外后视镜的位置 方向盘的位置 座椅的位置 头枕的位置 都可以联动组合记忆在这两组座椅记忆功能当中啊 这个使用便利性是很高的 当你去调这个座椅的时候会发现很遗憾 它没有电动的腰拖 如果跑长途 记得一定要准备一个小头枕垫在腰后面 不然时间长了真的会比较腰酸的感觉 这个座椅的设计风格是那种偏宽大的类型 像我这样的身材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包裹 左右两边都比较空旷 等一下看看A6是什么情况 储物空间呢 门板是单层的 下面一个长条形的储物槽 里面有一个背架形状的设计 左手边这里有一个可以打开盖板的储物盒 里面容量还OK 差不多可以勉强放一个眼镜盒 这边推开这个盖板 里面藏着两个背架 一个12伏点音器电源 一个USB电源 以及一个储物盒 储物盒的容量一般般吧 有一点遗憾的是它的拓展功能很普通啦 这两个电源的话放在今天用 大概也只有这一个USB是会比较常用到 我觉得至少应该再加一个USB 如果你要手机无线充电的话 是需要额外花钱去选装的 这边中央扶手长度很OK 打开之后容量也是普普通通 里面也只有一个12伏点音器电源 没有USB接口了 这个就真的比较遗憾 前排的拓展电源部分真的是少了一些 然后这边就是常规的手套箱了 里面有绒布的衬垫 有阻尼 这些都是应该的 然后这里 打开之后左右都是有化妆镜 以及独立的照明灯的很OK 这边因为有SOS的报警的按键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设计单独的眼镜盒了 这就是整个前排5系的空间的情况 我们再去看一看A6L是什么样的 首先这个座椅两个车的设计风格非常类似 都是宽的大沙发的感觉 没有什么包裹感 另外这台车的皮质的包裹 我认为它的粗糙程度以及硬度 至少比5系的要高出三个级别吧 就是你摸起来会比较糙一点 然后压上去会感觉比较硬 这个是A6L座椅皮质的特点 它的坐姿会比5系的调节范围要更大一些 它能降得更低 现在你能看见 这个车窗已经跟我的肩膀 基本是平起的状态了 5系还会在下面一点点 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方向盘调节 虽然不是电动调节 但是它的调节范围非常大 前后上下可调的区域都是很广的 这样的话可以更广泛的去适合不同身材的人群 目前我调好之后 这是我的坐姿 我的头部空间是有一拳多一点点的 跟525差不太多 它比525还有一个强的地方就是宽度 两个腿的横向宽度明显的比5系要更宽一些 这个就是A6L前排乘坐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储物 门板也是单层的储物槽 这边同样也是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储物盒 但是容量至少是525的两倍 因为我能把几乎整个小臂全部塞进去 这里面能装不少比较私密的物品了 这边因为有第三块屏幕的存在 所以地台的储物空间是比较少的 打开这个盖板 两个背架 一个12V点击器电源 没有了 旁边还有一个小的插槽 这个是给你放钥匙用的专门的一个位置 中央扶手箱 长度一般般 这个扶手宽度还OK 打开之后里面的容积也比较惨淡 因为比较浅一点 拓展店员有SIM卡接口 SD卡接口以及两个USB接口 这个是很赞的 比5C要强 这边常规的手套箱 打开之后有容不称点 有阻尼 这个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个车头顶也没有看见眼镜盒 打开这边遮阳板 两边都有自己的化妆镜 以及独立照明灯 这两个车是一样的 好 这个就是A6L前排的空间情况 我们再去看看5C的后排是什么样 首先是525的后排 这腿部空间的绝对值呢 应该说在这个级别里就正常表现吧 两拳多接近三拳 无功无过的水平 这里呢 头部一拳多一些 但是它的实际乘坐体感 我认为分数是可以打得比较高的 包括这个座椅本身 承托的饱满度 柔软程度 以及角度的设计等等各方面细节 都挑不出太大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中央扶手 长度很长 对手部的承托也是很到位的 打开之后 里面是连通的储物空间 深度一般般 还是可以放一些小东西的 这里还有两个伸缩式的背架 一左一右各一个 那这样的话你放水 对手的承托也没有任何影响 前面呢是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空调的控制稍微有一些寒酸了 只有一个旋钮调节冷热 没有屏幕让你看温度 下面是两层的储物格 以及两个12V点燃器电源 如果能换成两个USB就更贴心了 中间这里当然有一个大骨包了 这个车有后驱有四驱 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其他的细节 比如说门板内侧 看到这里有一长条的氛围灯 这个位置 后排靠背也有氛围灯 晚上你坐在这里 能看到周围的一圈光环围绕 感觉还是挺好的 再往下 很传统的设计 这里有一颗大大的烟灰盒给你用 我还是建议各位不要抽烟了 对身体没有好处 下面是一个长的厨槽 中间有一个隔板 分为左右两侧 我比较喜欢的两个细节 第一个是这里 左右位置都有啊 化妆镜以及照明灯 如果是女士坐在后排的话 上班的路上补个妆什么的都很方便 第二个细节就是这个原厂的小头枕 像麦巴赫的头枕一样 很柔软很舒服 这就是整个5系后排大致的表现 我们再去看一看A6L 它的后排是怎么样 腿部空间比5系是要大一点的 我呢能有三拳还多一点的余量 头部呢比5系小一点 不到一拳四指左右 那对于后排乘坐而言 腿部的重要性是比头部要更高一丢丢的 它的横向空间也比5系的表现更好 这个可能在视频里不太容易看出来 座椅本身的表现是这样的 首先它的坐垫上扬的角度比525更好 那理论上这样对于腿部的承托会更到位一些 但是呢它的坐垫长度比525要短一些 这样就是功过相抵的状态了 外面这一层真皮的包裹 整体的触感跟前排是一样的 偏硬偏糙 这个你跟5系放在一起会有明显的感知上的差异 中央扶手打开看一眼 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 这边扶手打开 里面是一个储盒 容量也不大 这边一个小的储盒 可以放一些很小的东西 类似硬币那种 再往前这里打开 还是一个储盒 里面有绒布的衬垫 同样最顶端是伸缩式的背架 而且也不影响手部的承托 其他的配置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位置 后排的空调 它呢是比5系要更洋气一些 因为有一个单独的控制面板 能控制温度 控制风量 控制风向 以及左右两个都是独立的auto的状态 所以它的配置水平也比5系要高一些 中间这个鼓包的尺寸也比5系要大一些 所以大家看到很多这些描述 都是好一点坏一点好一点坏一点 就这样一个水平 然后这边门板的控制区域 除了左右两个车窗都可以在单侧同时控制以外呢 后面还多了两个按键 是分别控制前后两个天窗的 这个车是有分体式的全景天窗 这个也是525没有的 另外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细节上的差异 比如说5系有小的头针软电 但这个车没有 所以靠上去感觉头部会比较硬 而且我认为两台车型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四座车加一的感觉 中间这个座位都是比较难受的 大家通常情况下不要去坐人就好 好 这就是A6L的后排整体表现 后备箱的两个车可以说大差不差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整体看上来A6L稍微宽一些 稍微深一些 就这样一个水平 接下来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是要把这两台车开起来 看看驾驶感受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先来看一看525的驾驶感受 首先很多人会问的第一个问题 525的动力够不够 2.0T的入门版本 184马力290牛米 这个参数确实比较一般 但是我认为我们在聊驾驶感受的时候 关于动力的部分 有一个很容易忽略掉的细节 就是动力响应 其实这个细节非常影响你对于动力的主观判断 好比你去打仗带着部队 如果你的部队实力很强 但是不听你的指挥 那你肯定打不赢 如果你的部队实力一般般 但是很听话 那么你还是有打赢的希望的 我认为525就属于后者 这个参数很一般 但是真的非常的听话 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能对你90%以上的指令 做到非常好的执行 所以开起来是一个人车 沟通感很强而且很听话的车型 包括它的转向以及自动踏板的各方面的回馈 都是非常线性 非常细腻非常听话的 所以这个车我认为在同级别当中 是一个开起来驾驶感受 数一数二的车型 尽管它只是一个入门版本的动力级别 第二个重点是底盘悬架的表现 很多人都知道5系换代之后 悬架的舒适度是有明显提升的 但是不要忘记它仍然是一台宝马 当你做出一些剧烈动作的时候 还是能感觉到很深的运动造诣 底盘调校的水准还是很高很高的 比如说前面的车有一个物品的移撒 你不得不做一个紧急并线的动作 这时候你能感觉到来自底盘非常好的支撑 以及转向的响应 车身的随动性 整个一气呵成的感觉非常到位 所以它并不是那种完全倾向于舒适化的车型 这一点是一定要强调的 那减分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8AT的变速箱 它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十全十美的产品 一些特殊的工况仍然能感觉到很明显的顿挫 比如说前面的红绿灯 按照你的预判是完全可以过的 但是你前面有一个新手 它可能是摇摆不定犹豫不决 然后绿变黄的一瞬间一脚刹停 这个时候你跟在后面也不得不做一个紧急的刹车 同时你是处在一口经济模式下 它的三档退二档 二档退一档 还是有很明显的顿挫感的 所以这个8AT并不是十全十美 那总的来说 525的驾驶感受 我认为开的舒适 开的顺心 开出了很好的人车交流的感觉 这就是525的表现 我们再去A6L上看看 它的驾驶感受是怎么样的 再来看一眼 A6L的驾驶表现 这个是45TFSI的版本 是在整个A6的阵营当中功率偏高的机器 2.0T 224马力 350牛米 匹配 7速双离合变速箱 那很显然 它的动力表现肯定是比525要更好一些的 尤其是当整个动力完全发挥出来之后 这种推背感还是很饱满的 但是呢 有一个小问题 它的油门的反馈并不现行 前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样的行程 尤其是在中低速阶段 响应是基本上比较弱的 这样就造成一个体感 让你觉得这个车比525动力并没有强特别多 实际上它们的参数是差着40马力的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但是体感并没有那么强 同时它的刹车反馈也不线性 尤其在低速情况下 低脚的脚感很饱满 整个刹车踏板的力度很浑厚 但是踩完之后 整个刹车的递进过程 并不是那么的呈线性的增长 还有一个比较轻柔的转向 所以这个车开起来 它没有太多的人车交流的感觉 它是一个很轻松 能开着很快 坐着也很舒服的行政级轿车 但是人与车之间的交流感 是比525要弱很多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这台车真的很舒服 大家都知道 这代5系换代之后变得很舒服了 但是现在全新一代A6L 我认为它的悬架表现 比5系还要舒服个30%以上的水平 可以打一个比方 这台车的悬架表现 有点像刚烤出来的新鲜的面包 那种蓬松感 而5系更像是 嚼起来比较粘牙的QQ糖 就这种区别 这两个车放在一起 整体开下来给我的感受 它们还是延续了自己以往的风格 往前更加继续细致的进化了很多 5系仍然是一个注重人车交流 注重驾驶体验的行政级轿车 同时它的舒适度 比上一代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而A6L仍然是注重乘坐感受的一台行政级轿车 它会让你坐得很舒服 驾驶起来也非常的轻松 同时在科技感方面做了很多的提升 这就是两台车在驾驶方面给我的感受的总结 大家看到这集视频的时候 A6L已经发布了价格 综合来看全系当中最值得推荐的 就是45TFSI的两款前驱车型 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试驾车 一个真选质哑型 一个是真选动感型 价格一样都是442,800 那这两个车怎么选呢 我个人会占动感型更多一些 主要是因为车轮子的配置 那我们这台试驾车 质哑型是225的宽度 应对到A6L这个级别 显然就偏窄了一些 如果你买动感型的话 直接升级到245的宽度 这个就合适的多了 但同时也要注意 它的轮圈会从18英寸升级到19英寸 理论上轮胎受伤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 这个细节需要更注意一点 那至于5系性价比最高的 显然是530而不是525 那525的价格是436,900 注意这个数字 442,800和436,900 几乎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官方在定价的时候 默认了一点点级别上的小差距 如果你买5系的话 只能买到184马力的低功率版本 但是你买A6L 能买到224马力的高功率版本 这时候A6L的性价比的吸引力就体现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树 全面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联合防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似下 resulte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毁没什么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好 对 以上 谢谢 美麗 小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